世间所有的喜事和悲剧都和金钱有关,人就这一辈子,然后闭口不要提钱,做事大器一点不要斤斤计较,现在的人都轮人金钱的奴隶,没钱什么都做不了。 可是有的人忙碌了大半辈子,还依然过着苦日子,无人这辈子,并不是你勤奋了就能发财,不是你埋头苦干就能有钱,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谋盛,也是著名的猛略家,兵家和纵横家的鼻祖,鬼谷子核心思想是什么? 就是教室人要懂差颜观色,而不是盲目的做人做事,鬼谷子很厉害,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细微表情,来判定他是什么品行的人。 今天我们用鬼谷子的处事指挥来分析,你没有钱,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,一个人到四十岁还是穷光蛋,背会三句话,为你转运,一,激功类人,百年必报,大出小入, 树是其常,是一,杀行非得杀活,即使等一百年,这个杀报也是你的,宁愿自己吃亏,也未给别人让利,这样的家道树是昌盛,世界上有很多人为了眼前的小利益,不惜任何代价损人利己,失去做人的操守,这种人是没有肤切的,即使一时有钱,也会摆光的。 真正成大事的人,都有水度的精神,这才是真正的罚家之道。 二,贫穷教人,虽设计缴,还有几分侠气,英雄其实,纵刺挥霍,全没半点珍惜。 是一,贫穷之人往往骄傲世人,虽然浮华清虚,但还有那么几分人道气概。 英雄其实道明,因造夸张形象,其实是很虚伪的,贫穷还清高,往往是面子虚夸,虽然不实在,但是又做人的原则和底线。 贫穷的人只一定要有自信,才会改变自己,富贵之时,不要虚大浮夸,不要锋芒毕露,这样才会避免灾祸。 三,贫立者如银称道人,人死而银称一灭,时已斥律害人,终已斥律自闭。 时已,贪财的人就如同寄生虫一样吸食人的营养,那么这个人死后,寄生虫也灭亡了。 开始以权势与钱财害人,那么,最终也会以权势和钱财四群灭亡的。 心中有私欲,才会做出伤人的事,心中有利他至心,才会为别人付出。 自然也会有好的回报,做人要有原则和底线,这样才能成大事。 人一生,不要总想着扒大财,要钱不要命,最后身体不行了,又拿钱换命。 健康才是人的最大财富,失去了健康,要钱还有什么用? 以上三点,请看透,为你转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 하나 以人 验